高端疫苗在去年7月拿到EUA时 就表示要在核准后的一年 减送国内外执行疫苗保护效益报告 但执行都没有人知道高端的保护力到底多少 然而有立委指出 像卫福部要报告 卫福部迟迟不给 直到最后给出的回复 却是高端疫苗保护力分析报告 列为商业机密不可提供 让该立委批评 国人的健康是商业机密吗 在近期高端于自己公司的网页上 公布有关高端疫苗保护效益说明 最后一点写道 采用高端疫苗作为第三剂 突破感染率和其他疫苗没有显著差异 那那就只写第三剂表现好的报告 就能为高端疫苗整体保护力背书吗 第一第二剂施打高端疫苗的民众 他们的疫苗保护力还是一样未知 就有专家批评 高端公布的结果根本没有结论 外界也无法解读 全世界的疫苗都可以公布保护力 唯有高端是机密 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啊 蔡政府在高端疫苗试验未完成 保护力未知的情形下 就先大笔采购500万剂 并强行通过EUA让民众施打 然而民众连自己已经接种疫苗的保护力 都无从得知 所公布的报告也含糊带过 这明显就是蔡政府失职 陈时中 卫福部应该出来向社会说明清楚